请动图 第一产开工顺利 来宾们掌声喝彩 在台北市长角安 立法员李燕秀 市议员王孝伟 李建昌 却梅沙等人共同职产下 台北市消防局大户消防分队 新建工程终于开工 从民国99年开始 历经选址会刊地方说明会 到后续规划设计及发包 角安特别感谢历届议员 不分党派全力支持促成 地方也相当开心 争取多年的目标即将实现 我们大湖分队的旧址 是跟大湖派出所共用 那最主要建筑已经非常老旧 而共用之下 其实使用的空间已经有限 那最重要是影响到 我们很多救灾救难 相关勤务准备上面已经不够 所以在经过许多的同仁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选定在这个地方 要来新建我们的大部份队 那我了解是从民国99年就开始 当时从选址会刊说明会 规划设计到发包 到今天能够顺利开工动土 都是非常多参与 而且关心的历谢所有议员 包括现场我们委员 以及我们在地理论后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才能够有今天开工动土的成果 这个大湖消防分队 其实在地方上 在整个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我们争取了相当多年了 我们都知道大湖之前 在早期纳利风灾的时候 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 我们希望整个大湖分队 未来会有一个最好的长区 除此之外 能够提供大湖地区的 所有的居民 有更多更好的服务 因为这些年大家都很努力 不分党派的议员都希望支持 因为这个建物真的太老旧了 我们一定要先给我们消防弟兄 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室 他也才能够为我们市民的安全 来打拼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地方基层 还有市政府 还有所有民意代表 团结努力的结果 我们非常开心 这栋地下一层 地上五层的新建物 规划有消防车库 办公室 执勤室 还有体系人训练场 预计民国115年10月完工 台北市长蒋湾强调 市府团队将持续努力 达成消防服务人口比例 1比1000的目标 实现对市民的重要承诺 也期盼大幅消防分队完工后 能进一步提升台北市的城市安全水平 我们也会持续地努力达到 我们消防服务人口的比例 1比1000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莫局长压力很大 但是这是我们会不断地努力 也是对市民朋友的承诺 那最后我们也要希望这一次的工程 如期如实地完成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 当完工之后 我们都能够再次地来迎来 大湖分队全新的面貌 台北市消防局方面表示 大湖分队辖区内有9个里 新厅社除了提供消防同仁良好的执行环境 更规划有完备的训练空间 希望有效提升内户区消防与灾害抢救效能 并给予伤病患最及时的救护服务 确保市民财产及生命安全 大国分队赞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好来 第二箱呢 看一下